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初这条公路的建设目的其实是为了方便沿线这几个国家 能够更好地进行经贸往来 虽然这样的建设初衷是好的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这条公路根本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再加上年久失修 导致很多路段都已经变得非常危险 这样一来就更没有商人愿意穿过这条公路了 也正是因此 这才成了冒险者的天堂 在他们看来 能够不借助任何外力的帮助 自行穿越这条全长3200米的公路 绝对算得上是一项难度极高的挑战 如今这条公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旅行爱好者所熟知 每年来这里自驾游的人数也变得越来越多 不过换说回来 如果大家想到这里自驾的话 一定要做好安全准备 毕竟有些路段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有机会的话 大家有没有兴趣来帕米尔公路挑战一下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